军由天选 不占天命之君早已亡国 可陛下能绝处逢生 能让淮安所有市民齐心协力 陆立杀戮 说明陛下依旧是天选之君 只是以往我等皆不知其真理 陛下自己也不知 乃至陛下皆听大臣所言 一会用燕党 一会用东民 首府更迭不断 使得国势日渐衰退 义至今日 好在如今陛下总算领悟过来 开始自己拿主意 自己独断朝纲 自己治民治君 故而能有今日之大盛 但凡有为之君 不应该是善纳建言者 而是善治天下者 我们士族所推崇的 善纳建言者之君 其实不过是我们士族 想要一听士族之话的傀儡君王而已 算不得真正行天宪的君主 可见我们有些自私的诗人 取起了圣贤书 以至于许多君王虽兢兢业业 却无法改变国运 天子是天子 士大夫是士大夫 天子就不能按照要求士大夫一样 要求天子 所以天子就不该用圣贤之书去教 史可法这些人到现在还没明白 依旧以为天子 只要做得像圣人君子 品德高尚 敌君就可以自己消失 国家就可以自己昌上 真可谓愚笨愚符 拿要求圣人一套 来要求天子 朕不是圣人 朕是天子 圣贤之书乃天子御人之书 而非天子治国之纲 所以以后治国之学 我们需要自己去总结 帝王之书 我们需要自己去编总 时代在变化 帝王学问也常要变化 太祖言行俊法以孝立志 成祖外扫达鲁 以清还语 人宣二庙 与民休息而守太平 每朝有每朝的帝王执政之纲 本朝首要在于内政衰政 外出强弩 陛下之言 令臣醍醐灌顶 然 臣记得陛下也曾说过 改朝换代 为异性改号 是为王国 率兽诗人 是为王天下 是不是说 如果贱奴行善政 也可以统治这天下 臣冒昧言之 还请陛下恕罪 你说的没错 如果贱奴行善政 是可以统治这天下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汉人 就不需要在北伐 再驱除贱奴 因为在这王国与王天下之间 圣人少说了一件事 就是王种族 时代不一样 文明的构成就不一样 孟盛的时代 天下只是中原之地 且是汉人先民征伐 种族之争不显 然自秦汉以降 秦汉之民自成一文明 是为汉族 即为华夏 故而与匈奴等相区分 华仪也就有了区别 他贱奴再怎么行善政 也是占了我汉家人狼的家园 这就好比一人占了你的家产 强重为你的父母 即便他对你很好 但你能认其为父母吗 无论剑奴如何来行善政 他占据了我们的汉家江山 就是夺走了我们汉人的权益 我们汉人从此骨肉分离 祖宗一流之产丢失等等 人若不图苟安 都因为整个族群之独立完整而战 陛下所言 令臣发人深省 剑奴等终究是一族 一族就该在自己的族地行善政 陛下 臣认为 其实剑奴根本不可能能施善政 入侵者 即便再仁慈 他也是入侵者 也是夺人家园者 终究是与我们汉人自己统治的汉人江山不同 无论他们再如何行善政 也不过是伪善之政 即便他们的皇帝 真欲是满汉一体 其满人自己也不会答应 但我大明不只有一种族人 我大明虽以汉人为主 但亦有许多主动规划之一族民众 我们不能将这些主动规划之一族民众 如普家人 苗人 壮人等排除在外 例如陛下刚才所言 时代不一样 文明的构成就不一样 秦汉石 与中华之地形成汉人 而现在我大明之情况又有不同 大明之文明 不只有汉人 也有其他向往中华之人 故而陛下才提出中华民族之概念 正是这话 凡愿意接受政治统治的民众 皆为中华民族之公民 有中华民族之权益 你们可想过 如何永久地消敏外露入侵之谷 臣等恭听圣讯 要想永久消敏之战 得去让天下皆为中华之地 天下之人皆为中华之人 皆说一种语言 皆着一种习俗 如此方可无外奴入侵 所有人的身份 尊卑之地位 只能遵循大明中华之界定划分 除属于大明中华的贵族外 没有其他族群的贵族 如此岂不是四海之外 也皆是着我华下一官之人 蛮荒之地 也有我汉家之言 正是此话 说来历朝历代 蛮夷皆祥而复叛 屡屡生乱 也都是因为 没有彻底王话所致 以臣看来 以后我大明 对于西南中藩也该如此 以免再出现一剑奴 就该改土归流 正是此理 如等以后就照这些思想去写文章 去启发世人 臣遵旨 陛下 东门外的闹市世子 皆平定了 蒋德景做的没错 这个石刻法 朕就没指望他们有何大用 他资官的授书上来了没有 只要一递上来 就批准他资官 李京票语 准与其资官 只等陛下预批 三百余命世子 说杀也就杀了 这事诸位能忍吗 自然不能忍 蒋德景之奸贼与李承栋等流寇勾结 蛊惑圣上 操纵权柄 滥杀士林中人 其行为令人发指 更荒唐的是 朝廷就让李延一届反贼出身的贼手 做南京兵部尚书 我大明是无人了吗 朱公还不明白吗 朝廷让李延 做南京兵部尚书 就是要控制我江南士绅 甚至意在敛财江南 荼毒江南士组 史公一走 李延一上任 我江南士组 皆将被朝廷英权所欺野 独公 此事不能就这么任由朝廷为之 史公被辞官必有隐情 我们当请指朝廷挽留史公 并弹劾李延 使其没有机会担任 南京兵部尚书一职 武功所言甚是 史公之德名扬江南 朝廷岂能无故使其离任 我们江南市民断不登英语 我提议 立即联名尚书朝廷 请朝廷挽留史公 另外联名弹劾李延 很是 我们就该联名尚书 但主公 我们不能只弹劾李延 还有李承栋这个筷子手 也要一并弹劾 李承栋不死 我江南士组之心 难安哪